哈喽大家好我是金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黑暗讽刺短片 黑水潭之潮 废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 秋风交涩 雾云笼罩着大地 一片片书页离开大树 飞向人间 又是一年毕业季 美美终于从学校毕业了 从乡下出身的美美和好同学瑶瑶 一起在城外和租了个单元房 虽然距离城里的工作单位非常遥远 但也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城里那么多高耸林立 密密麻麻的房子 他们一间也租不起 租金甚至比自己的实习工资还要多 租都租不起 买房就更不敢奢望了 不过刚踏出校园 不如社会没多久的美美依然坚信 只要努力 很快他们就能在这做城市 拥有属于自己的家 虽然天空总是阴森沉郁 但城郊的空气比室内清新多了 不过窗外的树林却有些奇怪 这才刚刚入囚 磕磕大树就已掉光树叶 成片的突树看起来怪甚人的 最近瑶瑶生病了 所以每每要一个人收拾房间 而就在那棵树上 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侧面看起来像是蝉蛹 只不过这蝉蛹 有好几个橄榄球那么大 这幅场景不禁让人心里有些发毛 总觉得很是奇怪 突然一只乌鸦飞了过来 可仔细看那是一只很古怪的鸟 就像是已经死去的面孔 睁着呆滞的双眼 叼着肉虫站在树枝上 这怪鸟是在喂食吗 仔细观察着蝉蛹的美美目不转睛 却被接下来的景象 吓得尖叫起来 因为从那巨大蝉蛹里伸嘴的 并不是幼鸟 而是一个人的嘴巴 美美吓得寒毛乍丽 牙字欲裂 尖叫着关上窗户 拉紧了窗帘 他顿时萌生了想离开 这怪异郊区的想法 可转念一想 如果不住这里 又能搬去哪里呢 城里的房租跟自己工资一样贵 交了房租 自己就没有钱吃饭了 可不交房租 总不能睡大街吧 而且如果现在就退房的话 肯定要不回 早就交了半年的房租 所以还是先忍忍吧 至少等自己工作 转正了后再说吧 江夜明月照阴霖 睡梦中的美美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猛的睁开了眼睛 只见白天的那只怪鸟 叼着一只虫子 居然站在了美美的嘴边 那嗷嗷待哺的样子 仿佛生怕美美饿着 急切的想喂她吃虫子 美美瞪着眼睛 啊的尖叫了起来 她惊恐的赶飞了怪鸟 发现屋里的窗户 居然被打开了 谁打开的呢 出于好奇 她又望向了窗外树上的蝉蛹 妈呀 一张人脸窝在蝉蛹里 居然对着她 发出了圣人的笑容 美美再也无法 抑制住心底的恐惧 连滚带爬的 跑向遥遥的房门前 可是房门并没有繁琐 猛的拽开门 屋子里的瑶瑶窝在被窝里 安静的坐着 身边也有几只怪鸟 在陪伴着她 只见瑶瑶顶着又黑浓重的眼圈 神情呆滞的盯着美美 冷漠的问 你有什么事吗 美美浑身直冒冷汗 求见反射本的迅速关闭房门 大半夜的走又走不了 只能一个人躲在被窝里 等待天亮的到来 一夜无眠第二天清晨 外面疑神疑鬼的柴勇彻底激怒了美美 她愤怒的走出屋子 想用石头砸破那诡异的东西 可是里面呢 什么也没有 难道是自己的错觉 只好回到房间 困一袭来 昏昏睡去 外面的天空依然阴沉 再次醒来的美美 也分不清这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 浑昏沉沉抬头一看 没有想到那窗外的树枝 像是有生命一般 居然都涨到了房间里面 她再次跑向瑶瑶的房间 这次不走不行了 声嘶力竭的呼喊着瑶瑶赶紧离去 可是那站在窗口的瑶瑶 却对着窗外 悠悠的说着悄悄话 从今天开始 再也不用熬夜加班工作了 我再也不用为了赚钱买房子而苦恼了 你看 大自然都看不下去了 早已为我准备好了房子 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家 于是瑶瑶爬进了属于自己的蝉蛹里 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窝 就这样 这座城里越来越多被现实逼到绝路的人 都逃离了原本的社会 躲进了蝉蛹里 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为生活所逼迫罢了 可是美美却并没有选择妥协 她想要体面的活着 她决定逃离这里 于是漫长的时间里 她穿梭了好几个城市 可每个城市都一样 底层人纷纷钻进蝉蛹 选择逃避现实 慢慢的到处流浪的美美 竟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 蝉蛹竟纷纷从树枝上掉落 里面的底层人呢 无一例外 全都饿死了 怎么会这样呢 原来呀 底层人纷纷选择逃进蝉蛹 没有了基层的生产者 人类的粮食 自然是入不敷出 怪鸟没有食物可以补育永中人 永中人自然是纷纷凋零 金字塔中的基层 终于轰然倒塌 而怪鸟们呢 再也找不到食物 可以去喂食底层人 最终成群结队的奔向 高楼林立的富人区 那里有粮食 他们去喂食 有钱人去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